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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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仅仅给你饱腹感 而且给你更多的营养 就是第一个 吃什么里面的碳水 第二个 蛋白质 很多人平时补充的蛋白质不够 哪些食物里面有蛋白质 包括鸡蛋啊 各种瘦肉啊 还有鱼类啊 牛奶里面都有充足的蛋白质 为什么要吃蛋白质呢 因为蛋白质呢 是一克蛋白质是四大卡的热量 一克糖分也是四大卡的热量 但是蛋白质呢 比较复杂 要消化起来呢 比较慢一点 而且消化这个蛋白质呢 就要消耗掉一大卡的热量 所以又消耗的慢 然后说又 然后又消耗热量 最后呢 就是说蛋白质呢 然后给你饱腹感 OK 你很多时候光喝一点之后马上就饿了 但是你吃点肉的话呢 你会饱腹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呢 是脂肪 所以呢 要减肥呢 肥就是脂肪 但是要减脂肪呢 其实并不是说不要吃脂肪 很多时候呢 适当的吃点脂肪 可以让你减慢 消化 吸收 增强你的饱腹感 这就是为什么油 有的时候油腻的东西 或者是油炸的东西 让你觉得比较饱腹感 适当的增加一些脂肪 中国人在饭饮食结构里面 很多的时候应该减少一些碳水 增加一些蛋白质 OK 然后脂肪上来可以用尽量的荤油 少吃一点 适当的吃一点 很多的时候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有些素油或者是比如说橄榄油啊 这些来代替 OK 第二个呢 问题刚才讲了怎么吃 现在讲到吃多少 很多时候就很难横量 我不建议一般不推荐用什么量几克几克 因为没有做到能够这样做到 一个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拳头来比划 一顿饭呢 就是主食 吃这么一个拳头大 然后另外一个拳头大呢 这个可以是你的蛋白质来源 比如说你的瘦肉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蛋白质 OK 所以每顿饭就是一顿 如果你每天吃三顿饭的话 那么是一顿饭是主食一个拳头大 然后一个拳头大的肉啊 或者鱼啊 或者鸡蛋类 然后其他的素菜呢 几乎可以随便地吃 当然油量要控制 OK 当然这个吃多少呢 这个是在建立在你每天 大概吃四到五吨的这样的技术汤 你这样去吃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讲到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 怎么吃里边有两个原则要注意 第一个呢就是要少食多餐 少食多餐为什么呢 因为一下子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每日吃三餐 其实外国人也是一样 但是很多时候没有人规定 为什么一天只应该吃三顿饭啊 很多时候只是因为 我们工作的习惯的原因 没有时间吃更多的饭 每天就是早餐吃来弄一点 中午吃一点 晚晚吃一点 吃三顿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真正想改变自己的体型的话 要慢慢的养成这个 少食多餐的习惯 少食多餐两点第一 少食第二 多餐 少食是多少呢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每顿餐大概是一个拳头的碳水 一个拳头的蛋白质 多餐多到多少呢 很多人可以每天吃到五顿饭 这样子 几乎就是说 你每顿饭吃下去 大概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你会自然的觉得饿了 这样的话可以给你一个调整 OK 你大概做到少食了 那你如果做到少食之后 不自然的每到两到三个小时 就觉得饿了 最后就多餐一次再吃一次 这样的好处呢 是不至于一下子吃很多 然后身体无法消化 或者无法吸收 那多余的能量都作为脂肪存储 你这样小时多餐的 吃一点消耗一点 吃一点消耗一点 不太容易养成肥胖 很多人可能因为上班 或者其他一些原因不太方便 不会说两个 每三个小时可以吃一顿饭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带一点零食 一些健康的零食 比如像一杯酸奶 一个苹果 一个香蕉 还有一点坚果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零食 不过说你有条件要吃一点蛋白粉 这些都不错 第二个原则关于怎么吃里面 就是吃七分饱八分饱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也就是少食里面 很多时候不要一下子把自己塞得很饱 少食多餐 再加上吃个七分饱 今天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饮食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 我们今天主要讲了改变体型 吃什么 吃多少 然后再怎么吃 关于详细的一些饮食的信息 我以前其实做过一个相关的视频 你可以到我的优酷土豆或者腾讯搜索一下 改变体型健康 改变体型健康饮食原理 这里边我不光讲了这些原则 而且用这些食物的衍生 哪些蔬菜 哪些食物 都给你演示给你看 可以去搜索一下 好的 今天这个视频是由于我跟康氏百科合作 转播全是全部给康氏独家转播 然后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微博或者微信 给我留言 英文后名的都是MyGlim Fitness 好的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